大家好 歡迎收看BIOS TV 詹姆士來介紹的一個 Wago的接線器 這個呢 因為詹姆士之前家裡 置地置間的時候都是自己 裝電燈的 所以就買了一盒這個 那這一盒的話這一顆好像也要 好幾塊錢 所以一般請外面 水電來幫你裝的話 他不太可能會使用這種 結蓄的東西 那他們一般水電都是用纏的 用膠帶纏起來 因為房子一住就是幾十年的東西 所以就用好一點了 而且是自己施工 也省掉了水電師傅的那個 人工費用 所以就買了這一盒 一百顆的樣子 他這個型號是224-101 他可以用 1nm平方到2.5nm平方的銅線 詹姆士之前用很多的 所以剩沒幾顆 再看一下 這邊 可以線先比一下 預留 就是駁線9-11nm 之後 插入這邊 後面這個孔 前面這個是可以按的 這個後面這邊 插進去的是實行線 不是花線 也就不是那種腳線 好 再來看一下前面 這個可以壓進去的 就是把電燈的腳線從這邊穿進去 壓進去然後 穿進去之後再把它打開 這待會兒 詹姆士會示範 然後 都可以用電錶量 一般 來說如果你要測的話 如果你是用 膠帶 他就把膠帶給 再把它解開 撕掉才可以再測它的電壓 那這個好處就是 直接 電錶的探針放在裡面 就可以量電壓了 好 這邊是他的一些 通過的認證 好 像油尾的認證 他可以通過300伏特 20安培 但我們 用電燈的話是 不需要那麼高的 一般我們家裡面的電燈 大概都是110 對 除非是商業用的人 上面的電燈會用到220 這也沒超過300V 好 像詹姆士剛才講的 一般的水電可能會用膠帶 比較搞缸的會用這種 是把 石心線跟花線捲在一起之後 再把它 懸上去 因為我 詹姆士覺得這個也不是很保險 雖然我有買 但是沒有用 然後市面上還有賣這種 也是很好 比較好用的 直接也是接續的 這邊有火線插 也有這邊 中性線插N這邊 然後這邊再插電燈的 花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們用 這個是1.6的石心線 那 它這邊是可以 1nm到2.5nm平方而已 1.6 我們再播一個1公升之後出來 1.6的石心線 那這邊就是 代表 水電幫你拉好的線 我們就直接從這邊 稍微把它整直一點 然後再插進去 讓它後面金屬的部分沒有露出來就可以了 這邊是燈鋸的 燈鋸的絞線是這樣子 會不會已經幫你穿好了 我們要插進去之前還是要把它整一下 讓它變成一整條 那要插進去之前要先按住 再把它放進去 再放開 這樣就拉不開了 這樣這條線就整好了 不用用那種 膠帶或是膠度在那邊鏟整天 那這邊除了省時間的話 它的好處就是 你電燈如果裝上去還是不會亮的話 那你可以從這邊量電壓 看似有沒有過電 會滿省事的 就不用把膠帶又把它弄下來 那要拆開的話也是很方便 這個直接拿開 再放進去 那死星星這邊要拆開的話就用轉的 把它轉出來 這個是1.6的實心線 那我們來試試看2.0的 這個是2.0的實心線 比起來就差了 不太一樣 比較粗一點 2.0的實心線也是可以插的進去 好 一樣 差不多1公分左右 波線1公分左右 從後面這邊 直接 這只是插進去 這樣就拉不太開了 要拉開的話要稍微轉一下 出點力才可以拉開 這邊LED燈來收一下 那這邊一般LED燈都會寫 這邊它的濕度電壓 一般家裡電壓大部分都是110V 除非你有要求那個水電說照明燈具要220V 那這邊你看 那LED的話現在大部分都是全電壓的 110V到240V都可以使用 但是另外其他的一些省電燈泡 T5T8那些就有分110V跟220V 那就要注意一下 好今天介紹到這邊 謝謝收看 多分一分鐘 我們下一個討論的 我們下一個討論的 觀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